下面咱们讲的是根据语意复线来答题 根据语意复线呢 这个考的可能范围更广一些 它考的是整篇文章的逻辑关系 以及整篇文章 每一个单词的重复出现率是多大 OK这个可能咱们 我给大家找的这个真题呢 篇幅比较长 这个没有关系哈 咱们针对一道题来给大家讲 讲透讲理解 其他题大家迎刃而解 OK咱们来看一下立一 立一这个题的长度篇幅稍微有点大 这是95年的 这个题很有参考价值 讲的是一个关于睡眠状况 会对我们精神大脑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OK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一点一点来看 Sleep is divided into periods of so-called REM sleep characterized by rapid eye movements and the dreaming and longer periods of non-REM sleep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很扎眼的词 就是REM对吗 出现了两次 那REM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如果这一段读完之后 其实能看到一个关键词叫 Rapid eye movements 就是眼睛很快的转动 对吧 这个就是这个Rapid eye movement的一个缩写形式 就是我睡觉的状态 我眼珠也很 就是很快的在转动着 不是完全完全就是我闭上眼睛 就没有这个眼珠转动的这种动作了 就是说睡眠这个可以分为两种 一个所谓的就是眼珠迅速转动的这种睡眠 还有一个就是Dreaming 做梦状态的这种睡眠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眼珠的转动的这种 长时期的睡眠 可以称为fast asleep fast asleep 深睡眠 或者是很快的睡熟了这种状态 然后41这个先放着不管它 kind of sleep is at or well understood but the IEM sleep is怎么样 to serve some startive function of the brain 咱们来看一下 41咱们不需要咱们填 咱们知道的意思 这种睡眠呢怎么样呢 is at or well understood 很好理解 怎么样很好理解 但是REM sleep is 这种睡眠很好理解 但是相比其他 这是一个转折逻辑关系在里面 这种睡眠怎么样呢 去服务于一些恢复性的功能 大脑恢复性的功能 那其实这两个应该是相对应的 这个讲的是REM 41肯定是讲的 non-REM 对吧 逻辑关系咱们在理顺 首先就是这个41 咱们不知道填什么 这个去根据non-REM sleep 咱们应该讲的是他 对吗 然后才会出现的一个but 才能形成他俩之间的一个对比 好 逻辑关系要理清 OK咱们继续看 the purpose of non-REM sleep is even more 怎么样 这个词出现了 需要咱们大家来填的 这个说 non-REM 这种非 就是演出迅速转突的这种睡眠的目的呢 甚至怎么样 more 怎么样 咱们现在看这个43有哪些答案 咱们能不能选出来这43这个答案 A subtle 微观的 细小的 细微的 B obvious 明显的 C mysterious mysterious 就是像一个谜的 神秘的 D doubtful 怀疑的 怀疑的 OK 看完这4个答案 能选出这个43选的是什么吗 其实是不能的 因为整篇文章你并不知道这种睡眠 它的目的到底是怎么样的 整篇文章咱并没有读完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难选出来的 那这样没关系 做到像这种空的话 咱们直接跳过去 继续把这篇文章读了 看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词 能帮助我们把这个空填完 OK 咱们继续来看 The new experiment 这种新的试验 such as 这个试验讲的就是它 它下面举的例子 This is more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at a recent meeting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 The society for sleep research in这个 咱们就不用管了 这讲的是它一个会议 咱们知道它讲的是会议就行了 Suggest 这个需要注明了 这个会议表明 这个试验表明了什么呢 Fancinating explanations 什么of non-REM sleep 表明了这种什么的解释 关于这种睡眠是什么样的解释 咱们站起来放着 无伤大雅 咱们就是不去进去解释 它也无伤大雅 因为毕竟咱们选的是43个孔 咱们必须找到关键词 继继继续来看 For example It has long been known that Total sleep 什么 is 100% fetal to read Yet什么 Examination of the dead bodies The animals look completely normal 就是很早了就有人知道 这种整个的睡眠怎么样 46的不管 是百分之百的对它是有害的 Fetal是致命的 对谁是致命的 对这个 Rats Rats Yet 什么examation 这种 dead body 可以说是尸体 已经没有生命的 冰冷的这个身体的一种检查 The animals look completely normal 这种 对它这种 已经没有生命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呢 这个动物看起来也完完全全是正常的 这是下面给的举的例子 A researcher has known 什么the mystery of why the animals die 研究者现在才怎么样 为什么动物死了的这种 me mysterious 相对应 这样能理解我会把这两个字 词标红的意思了吗 就是语意复现 mystery mystery是mysterious的名词 就是说动物死了 为什么死了 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谜 那只是因为它深睡眠了 所以睡眠我们 它已经没有呼吸了 已经表明它死了 但是呢 它怎么样呢 看起来是完全正常的 在给外观上给大家的表现 是完全正常的 OK 咱们继续 the rates 什么 bacterial infections of the blood 什么 their immune systems the self-producing mechanism against the disease had crashed 然后什么 这种细菌的这种 infections infections 注入注射 进入这个血液中 它们的免疫系统 就是自我保护的机制 对抗什么的机制呢 对抗这种疾病的机制 have crashed 就是这种免疫系统 已经崩溃了 已经崩溃了 OK 整篇文章 咱们可以了解 它讲的应该是说 深睡眠对这个 动物影响的状态 深睡眠对人 可能分成两种状态 一个就是我睡觉的 眼珠时候会 不停的带动 另一种状态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 眼睛不动 它是一种处于 玩玩群圈的 就是睡眠状态 但是对于动物来说 如果它玩玩群圈 属于眼珠不动的 这种睡眠的话 它看起来正常 时针已经致命了 它已经没有生命了 所以为什么动物 在这种状态下 会死的这种迷 就是需要我们探讨 这个non-rem sleep的 这种奥秘 它的目的 所以对应的43个空 咱们选的 就是对于mystery的 形容层名mysterious OK understand 这个语意腹线 涉及的篇幅比较长 而且它两个答案 真正的选项和答案 有一定的距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它可能是答案是它 但是它不会把这个原型 直接搬到答案里面 它会以一种形容词 名词或动词的形式 来去变换它 然后你才能找出 相对应的形容词 或者相对应的 其他形式的词 把这个答案给做出来 这的话就很简单 而且百分之百是对的 所以43答案选c 能理解吗